你好欢迎收看10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先议会定期大会 20号是由现议员吴建志提出质询 他提出了地方创生的概念 希望能够成功吸引都市人才以及资源回流 发展出都市无法替代的机会 也让某些特定领域的人才愿意回到家乡来发展 花莲先议会定期大会 20号是由现议员吴建志提出质询 并且针对地方创生就像一场人生争夺战 竹草隐奉发展符合花莲优势的特定领域 吸引特定人才进驻偏乡 这个地方创生就是一场人才的争夺战 竹草隐奉希望能够发展符合花莲优势特定的区域 吸引特定的人才能够进驻我们花莲 那地方创生的概念其实本质上是希望 能够让这个过度集中都市人口的这个资源 能够适当的减压 那因此在这个中央这个税收的统筹分配不均之下 百分之六十几的税收都在六都 集中在六都 而剩下的四十几只能剩下这个少数的十几个县市 能够分配这个三十几%的税收 分配这三十几%的税收 那这使得六都会集中大量的这个人口资源产生这个磁吸效应 那逐渐榨干对于我们这个花莲 以及这个其他非六都地区的这个资源跟精英 也导致贫富差距会逐渐的扩大 甚至于这个国家安全的风险 那本习在这边认为 这个国家税收资源应该在这个架构不变的情况之下 偏乡地区更要和都会地区这个竞争 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那偏乡地区要能够翻转 绝对不能够只是靠这个贩卖这个我们的乡村的情怀啊 或者是吸引都会人口 例如乡村地区可能要能够这个吸引这个都市的人才资源回流 那必须要在这个符合偏乡的特色 那发展这个都市无法替代的机会 进而让某些特定的人才愿意回到偏乡来发展 那这样才可能有这个成 这个才会有这个机会成功啊 那例如花莲的这个 这个山水环境非常适合 这个我们的教育创新 然后甚至于加大结合地方的产业 环境跟社区 那本县可以透过这个改善政策鼓励 全国的人才能够来到花莲 研发这个教育创新的课程 甚至于像这个纽西兰啊 芬兰啊 这个 这个这种教育的接轨 进而吸引更多 这个家长的孩子能够送回来花莲就读 我坚持表示花莲三水环境非常适合发展创新教育 生态社区发展 也希望幸福能够加以用心 让花莲一举翻转的机会 接着请问华三位老 到这边 我们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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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